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一份500块钱的动资券 28号公开抽签 由电脑系统来开出 400万位的幸运儿 听运署强调 身份证莫码各个数字 大约都有10%的人可以中签 整体的中签率是落在57.2% 但是网友纷纷抱怨说 看完这整个直播 还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中奖 实在是不洒洒 听运署则表示 中奖的民众在29号早上 10点钟以前 会陆续的收到简讯通知 也可以到官网来查询 如果说您有中奖的话 再上官网填写资料 就会收到QR后 就可以领确了 但是领确的时候呢 有分身份证莫码 单双号分流领取 不过就在刚刚 这个抽签的结果公开之后 有眼尖的网友精算发现 只有399万9998张 比应该发出的400万 怎么少了两张呢 黑是01 扬转盘认真头飞标紧张又刺激 一份500元的动资券 抽签模式很体育 邀请备战多奥的国手来同乐 4个人各设两次 选出8个两位数的号码 排列成一串乱数种子 最后再透过电脑系统开讲 400万位的得主就会产生 荧幕秀出最终结果 符合资格的总计 698万人 抢400万份名额 证签率57.2% 身份证各个莫码 都有一定的比例 大约10%上下 但莫码4的人 机会稍微低了点 莫码0证签率最高 然而这样的设计 引来网友大抱怨 批评直播有看没有懂 搞得他们满头雾水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签 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简讯 反正总会知道的 很期待 乱数的从抽签 他的抽签几率都是一样 那也不至于会集中在 部分的身份证目码上面 民众向说 只好发挥耐心 近代好消息 幸运儿在29号早上10点前 会陆续收到简讯和email通知 10点过后也开放上网查询 但要注意的是 不是人人都能抢投降领讯 7月30号身份证目码 双号先领 31号在万单号 8月1号后就没有限制 也可以开始消费 期限直到年底 至于使用范围 仅限官方配合的业者 包括体育活动 运动旅游 赛事平台 电竞商品 还有运动彩券等等 开心想好康 相关的细节也要特别留意 记者陈寅入讯息中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